大西总统选举星期天举行第二轮投票 民调稍微领先的左翼候选人卢拉 捉紧最后机会 继续抨击寻求蝉联的现任总统博索纳罗 狠批对方撒谎诚信 如此失控的精神状态 根本不适合领导国家 卢拉星期六在圣保罗举行 最后一场造势活动 他相信如今时机成熟 他会拿下最终胜利 第三度当选巴西总统 他不担心博索纳罗拒绝交出政权 因为人民会给予他执政的权利 最新民调显示 卢拉支持率达到52% 领先博索纳罗的48% 但是领先优势 从原本的6个百分点 大幅度减少到2个百分点 究竟谁会胜出 至今还是未知数 就越来越回顶了 大家可以等会